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姐姐 今天要来介绍在12月3号更新的赞尼尔圣典 第三篇章的图伦兵雪节造型 雪无痕 那这个造型要怎么取得呢 就是在我们圣典当中的 立通道升到15等之后就可以获得哦 那可以直接购买那个精英圣典 就是710点那个圣典礼包 就可以直接升到15等 并且拿到雪无痕造型哦 是非常的划算 好 那这部影片呢 是姐姐在直播的实况当中 然后跟观众一起打的一般场 那对面的话是那个配对道的哦 不是自订场 是一般场 所以我其他四个队友是 那个观众 好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图伦的雪无痕造型 看他的那个被动是 一技能跟那个被动发射出去 都是很像冰霜雪花的那种感觉 然后二技能啊 你在施放的时候他会有 很帅的音效 你看他背后那个十字架那个 真的是超美 然后还有一个雪花在中间 然后尤其是他又吃到蓝buff的时候 全身都蓝蓝的 很像那个蓝buff 就是他的 没有人可以跟他抢 好 好 那姐姐这部影片不只是要展示这个造型 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图伦的技能 以及奥义跟备战 然后还有一些实战的技巧 好那首先是奥义的部分 姐姐是带上荒芜精灵电污 那精灵呢可以增加图伦的跑速 那荒芜跟电污就不用说了 就是一定就是要他的魔穿嘛 好那装备的部分 第一件就是先上我们的能量法球 就是我们的大法球 然后再来是魔方鞋 然后恶魔的微笑 恶魔微笑出完就出小面具 小面具的话就是先 增加我们的那个魔穿 那先不用把他伸上去 小面具出完 我们可以先出生命法杖 来加一点生命 然后增加我们的续战力 然后最后一件 姐姐都是出凝霜宝珠 因为凝霜宝珠呢 你可以在关键的时候 躲掉很多的控场剂 以及伤害 非常的好用 那其实你这件 最后一件装备可以看情况 假设对面是罗尔马洛斯 这种回血角色 那你可以先出狙魂路 那假设对面是比较薄皮的角色 你可以出乌鸦皇冠 增加一点高魔功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小面具 升上去我们的混沌法杖 这样就是很完整的装备咯 好 那你们的那个装备 一定要按照对面阵容去做改变 你不可以一套装备 就每一场都用一样 然后一套用到底 这样子是不OK的 一定要去做改变 然后习惯去预购这件事 千万不要依赖备战 这个我很常在跟大家讲 因为备战有时候会害你出错装备 可能这件事情 就会让你在会战当中影响的非常的大 好 那再来呢 我来介绍一下图伦的技能 他的被动是雷鸣 就是身上会有五个这个闪电 那这一场是冰雪造型 所以他是蓝色的 然后一直转圈圈 好 然后要怎么触发这个雷鸣呢 在图伦那个名字的下面有四格 然后他只要累积到五格能量 这样之后 他就会触发他的被动雷鸣 那该怎么触发呢 就是要用他的一技能跟二技能 一技能有三发 三发射出去之后 三发都要碰到敌人 才会有三格的效果 你假设今天只有 嗯 发射两发 那你就只会有两格 所以要怎么一次 对方只有一个敌人 可是你可以累积三发呢 就是你要非常近的贴着敌人 然后贴非常非常近 然后丢一技能 这样你的三发 一丢出去三发 就会同时碰到同一个敌人 这样你就会有三格的能量 然后再来是二技能 二技能 比较难控制一点点 就是大家常常会 只有累积到一个能量 可是他是可以累积两格的 就是他的触发方式就是你的对手要在 站在你的图伦的起点跟图伦二技能的 中点的这个中间 然后图伦才会触发到两个能量 如果你今天只有稍微碰到其中的一边 起点或中点 那你就只会有一格的能量 所以你一定要看准再放 那 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就是图伦像在打野怪的时候啊 领鸟除外 其他野怪你先普攻他一次 图伦会直接人面对那个野怪 那你就直接按一技能 你不要选方向你直接点 他就会三发都一定中 那如果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啦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习惯选方向就 就就就就用你习惯的方式就好了 那像就是刚开始学习图伦 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 好那再来是大绝千军神雷 千军神雷呢是一个狙击的概念 那假设你在释放千军神雷的时候呢 中间过程你前面有一个中立野怪 那你的千军神雷如果先打到那个野怪 那野怪会被弹飞 然后他会 他会有就是对那个野怪是有伤害的 像现在这样子 然后千军神雷如果是尾刀 我要用千军神雷这个大绝尾刀到 对面的敌方英雄 那他就会马上触发他的被动雷鸣 就是身边会马上有五个雷电这样 然后会刷新千军神雷这个大绝的80%的CD 所以会非常的快又可以再用大绝 所以小技巧就是 你在敌方残血的时候 你再来开大绝 你不要对方开有半血 或者是八分血的时候你就按大绝 像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大绝很重要 你如果在一个会战当中 大绝控制的好 那你可以一直刷新 就有点小刀锋的感觉 就可以一直当皮卡丘 一直垫对方 把对方垫不要不要这样 好那因为这一场呢 我兑现的是卡丽 因为卡丽手非常的长 所以我不太能在线上跟他换血 因为我会换书他我碰不到他 那你打中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千万要记得 比对方先清完同一波的兵线 你才可以去支援 你不要想说 没关系我先去支援 然后等那个兵线快来 我再去清兵线不行 假设对方今天中路 比你先清完同一波兵线 那你的兵线就进塔了 最后你要回去守了 那在你回去守的过程当中 他清完了 他就可以去跑支援 那你就会造成你的队友 有少大多的情况 所以很有可能 那一波团战就会输 这很重要哦 你们千万不要为了 一时的那个 不注意然后就放兵线 然后让那个队友会战难打 那假设今天你不清兵线 你直接跑去支援 然后完全不回去 那对方呢 没有来没有来靠会战 他反而继续推你的中路 你的中路可能就因此 就算你去支援会战好了 你会战赢了 可是你的中塔掉了 这样其实是亏的 因为中塔是三条路当中 最重要的一条 那因为他的路线是最短的 所以兵线来的速度是最快到的 所以中路非常的重要 你不能为了摊一波的小团战 而放掉你的中塔 你的塔币 任何的东西都还要重要 你要谨记这件事情 所以一定要先清完兵线 再去支援 假设今天对面 队友忽然又搭起来了 那 可是你的兵线进来了 你还是要先清兵线 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 不要让你的塔 平白无故的就掉了 这样是非常非常的亏 那图伦呢 他是一只半刺客的角色 所以他是可以在草丛蹲忍的 只要对方的敌人不是那种太坦的英雄 碰到图伦蹲草 基本上技能没有空的话 1技加2技 5个能量全中被动就会触发 然后接一个千军神雷 基本上不要太太硬太坦的 英雄都会死掉 这样就是可以瞬间秒掉敌人 好那图伦的那个被动雷鸣 在靠近敌人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去攻击对方 可是假设今天是野怪 你没有先去主动攻击这个中立野怪 你的被动就不会去攻击这个野怪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你在走过去野区的当中 你的被动会不小心打到野怪身上 不会 不用担心 只要你没有去攻击到他 你的被动就不会去主动攻击野怪 然后图伦的2技能 跟他的大爵是可以配合的 假设对方今天残血 那可是他残血他前面还有个敌人 他敌人是血蛮多的 他想要帮队友挡千军神雷 那你可以用你的2技能去做瞬间的换位 然后让你的大爵千军神雷位置 狙击的位置改变你去闪对面那个在挡的那一个人 你也可以配合瞬移 假设对面的位置是贴的方向很近 那你就可以比如说马上顺右边 然后你的那个千军神雷的线 就会变得有点右边45度角 这样子切进去 有时候这个一个角度差 你就可以用大爵收掉残血的 然后触发你的雷鸣跟-80%的CD 你这一波会战可能就因为你这个狙击 然后变顺风 然后像现在因为马洛斯跳舞 虽然我血很少 可是因为我有生命法杖 所以我不怕我还有凝双宝珠 这就是为什么图伦我推荐这些装备 因为他可以撑高自己的续战力 不会太容易的死掉 那你对我就不需要去保你 你是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 那图伦的介绍就是差不多到这里 那如果想要观看更多的图伦施展 欢迎到姐姐的直播 然后来观看 感谢你观看我的影片 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都会一一回复你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你观看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按个订阅以及喜欢哦 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都会一一回复 我每晚都在金刚直播开实况 频道号码搜寻2179943 或者姐姐Sister 即刻找到我哦